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2日第960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香港地产市道仇云惨恶 在我们这一集还没开始之前 也是呼吁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就给个like 分享我的影片给朋友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经常看到我的影片 对上那一集第959集时 我们就说有些电讯股 尤其是内地的电讯股 他们的盈利算是不错 所以他们可以增加派息 而且派息同时可以支持股价 所以如果这一招是可以的话 其实我们香港的企业都应该要继续 仿效它 希望大家 在得到多些回报情况之下 股价又可以再升 好像最近回风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下去 不过我们香港 其实是好境不常 我们想好一点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外围的环境 也不许可 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 麻烦一单接一单 走来我们香港 所以我们根本就连避 都没得避 最近的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拜登在星期三的时候 正式签署了一项的行政命令 这个命令 也要封锁中国 在什么范围里面 包括了半导体 微电子 量子讯息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 这三个方面 都会尽量 控制着 令到中国 没那么容易得到 外交部当然是强烈的回忆 他说是强烈的不满 坚决的反对 以及坚决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这就是他自己说的 可不可以做什么反制措施 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们香港 这次就不错了 又陪葬了 因为这次的制裁 香港和澳门都有份 澳门就不要理他了 我们住在香港 我们香港有起事上来 其实不是一件 那么舒服的事 我们香港本身的环境 也不是特别好的 经过这三年的疫情 我们 都是靠着底部比较厚一点 现在叫做捱得过 想见一下 柱光 你看我今天那条片的封面 乌云丐顶 很难见到柱光 现在外围又不断打压 我们自己那方面 又做得不好 又不争气 所以 特区政府这一次 又再批评美国 他说违反了这个市场的经济 和公平竞争原则 美国当然是惨你 听着 特区政府也表示不满 他说其实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 是会损害美国和自身的经济 和商业的利益 他说你不要忘记 根据数据显示 美国占了香港外来 直接投资 大概是3,558亿港元 是排名第六位的 香港投资在美国那方面 也投资了1,392亿港元 排名第九位 所以两边都有来往的 如果你制裁了我 你就会失去了两个地方的钱 大家的关系 越搞越差 你觉得这样说 美国会害怕吗 我给大家看一条数 上面那个 就是美国现在 欠落的国债 是多得离谱的 是说的是三十二万六千九百多亿元人民币 你现在所说的香港 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 就是那三千五百五十八亿港币 接回美元的话 大概都是 四百五十六亿左右 其实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美国有时 想浪费钱上来 不要说几十亿 几百亿几千亿都没所谓 所以这些钱你根本就不会令到他 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还有 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他如果要找的话 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取代香港 所以 我们都不要自视过高经纯 都以为香港是一个 不可取代的地位 或者是一个地方 但是你要看到 就是新加坡 已经可以取代了我们的地位 所以大家都是 小心点 有一位观众 他就有些评语或者有些观 观点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他认为最近美国总统签署这个法案 是将香港的澳门 纳入了经济打击的范围 那会不会是 美国和欧洲那边 已经是很久之前想定 是怎样去做的国策呢 所以已经是逐渐看淡港股的了 所以引致港股是比较低迷一些 这是事实来的 还有外国人他们做事 我相信他们是有策略的 就是他们会慢慢来 有时你会觉得他们做事很慢 但是他们是有条理的 他们是逐步收紧 当然他们都要看效果 效果好的 他们就 保持 效果不好的 他就加大力度 也是这样 你看联邦储备局 看着这个 通胀的情况 他们都是逐个月逐个月看的 这个月 看到打压有成绩 好 这个月就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下个月看到通胀又再涨上来 他们也会立即加息 又再去制止 所以这些就是外国人所做的事 我们香港 现在的形势 真的很牙烟 因为 就算在股票市场方面 你看到有这么多 内房股 都是搞不定的 这些都是影响我们香港的声誉 因为他们是香港上市的 可能是以香港的名义 在这里囚责资金 借钱等等的东西 现在还不到钱 谁人看到香港这两个字 都会怕鬼了你 香港的地产市 真的每放月下 自从长实集团的豪宅盘收回来之后 已经是很麻烦的了 接着最近他开的楼盘 听说就想是一清袋 令到其他地产商 如果他们跟得不贴 客户被李乘区全部拿走 他们真的不要哭出来 这里有一张图 大家不妨看一看 是在山顶上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巨宅 这个巨宅就很厉害了 如果有钱真的要买回来才行 这个楼盘属于一个陈洪天的人 他是来自深圳的 也是有钱人 以前 现在这个物业就已经要招标了 听说这一栋物业 实用面积已经过了 过了18000平方尺 一间很大的屋 里面包括还有花园 天台 前庭 庭院 车库 加加万万 是一间宝女 这位陈生 他在2016年 当时香港的楼市真的非常好 他动用超过21亿元 向装饰机构 编号367 扣入21亿元 很厉害 所以如果以每平方尺来计 的话当时尺价是22万8千元 平方尺 创了亚洲洋房的新高 这也是一个新的纪录 大家不妨看一看这家装饰机构 就是367 原来这家公司 其实每天成交的金额 一点都不多 整家公司 炒卖一碟的市值 只有8.5亿元 原来这家公司 很值钱 每股值5.5 现在5毛钱就买到了 你说是不是很棒呢 这家公司 就是我们香港的地道公司 其实有很多公司在香港 这些地产公司 都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划算是没用的 首先这些东西是不会益到街外人的 唯一可以的就是 看他会不会用1元 一个半的价钱 可以私有化了他 大家也算是有好处 你想舔尽那5元 你就想也不用想了 不过 原来我们香港还有很多这些股票 如果你敢买的话 长线摆 应该也有好处 但是当然他没有市盈利 最近也没什么派息 也没什么盈利 所以这些股票 看看好了 另一段新闻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金朝阳 编号是878 原来去年 他也用32亿元 把铜锣湾的 动物业的地盘 卖了出去 收到别人 按金10% 就是收到3.2亿元 理论上 在今年的2月份 就要再交多10% 就是另一笔3.2亿元 的款项 不过对方 卖家 迟迟还未肯付钱 其实有协议过的 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最近的 8月9日 发觉不行 拉长了半年时间 给你筹钱 你也筹不到钱 所以现在来看 应该是要杀定的 杀了一些之后 又会做些什么呢 有很多法律上的要搞 不过最后那句 我觉得挺可怕的 原来买不成的东西 不见了3.2亿元 仍未走得人 因为对方 就是 本身的业主 他们可以采取行动 追索 如果将来 卖得不好 可能可以有追索权 追索 当然追不追索 是 另一回事 我们也看一看 金潮阳这家公司 现在的股价 是6元 其实这家公司 也是很淡静的 想买入就容易 卖出 是相当困难的 不过这家公司市值 有17亿元 这家公司 和这个装饰机构 差不多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在是6元 但是现在看来 每股资产正值 是67元 现在是6元一股 你说 我们香港有很多 这样的公司 不过 看看好了 不要想了 我们刚刚说完这些豪宅 或者商业上的大买卖 说说一些比较平民化的东西 大家都看到 有些单位 比如说 元朗的 Gran Yoho 这里也有一个 涉样 这个涉样也挺可怕的 听着 有一个单位 实用面积 415平方尺 是一房间隔的 当时开价 750万 放了半年 没来声气 后来再减多85万 就是减多11% 最终以665万 沽出了 成为这个屋苑的新低 赤价也要16000元 如果是元朗也要卖到16000元 我还是觉得贵的 但是 如果你听清楚 这个原业主 在2018年9月份 是以840万买入的 最终以665万卖出 所以 在这次里面 选手了大概176万 即是说 这个单位 在这几年里面 贬值了21% 死了 这些是用家来的 还有一个 这个更小 这个 我们叫它做纳米楼 纳米楼 这件事就更坚了 大家听清楚这些消息 这个纳米楼 在这个西营盘里面 是一个高层来的 实用面积 只有221尺 是一个开放式的 就是你进去 一眼就可以见了 你说221尺有多大 当时 现在就拿出来拍卖了 原本就是说 410万 就是开始拍卖的 最终最终 是以490万 成交了 成交的 10尺的金颜 都要2万2千 不过西营盘 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 所以每尺就要2万2千 其实 如果你听下去 你会觉得很心酸 因为原页短在2018年的10月 是这个单位 221尺 用了1,025万 这个颠价 买入的 当时的赤价 高达是4万6千多元 现在拍卖出去 490万平均 就是2万2千多元 所以 不见了一半有多 所以这个是创了香港 纳米楼最高的 买入纪录 也是一个纪录 保持到现在 还没人打破 这个业主不幸 突然间 不见了几百万 这就是我们香港 现在的情况 住宅就说完了 在商业上面 有希腎轻业 14号 最近都公布了 中期业绩 纯利就有1.9亿元 比之前就好了很多 不过整家公司这么大 只赚得1.9亿 就不行 中期息就派27 7仙 其实他每股盈利是19仙 所以派突了 不过没所谓 这家公司应该有点实力 所以就可以保持 派息口 会大家好些 但是他已经透露了 他说现在的写字楼方向 就是市场租务方面 都有点压力 虽然 上半年 集团的写字楼 那个楼面面积 继续可以有大概89%的 面租是租得出 就是还有11%租不出的 这些都是钱来的 但是他说 每一次签新约的话 都被人压价 所以他现在的 死字楼的租金 每一次签新约 都有双位数字的跌幅 死了没有 你可想而知 这个楼宇 这个写字楼方面 也不是那么好 欺慎卿业 也有些人喜欢买 就是贪他的息口够高 大约就有8厘息 上年就没有盈利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 大约1.9亿 下半年如果再好些的话 理论上就可以开始有盈利了 但是这间公司 值不值得买入呢 大家自己想想 因为他在铜锣湾 也是大地主 不过如果说大地主 就不及这一间 就是地铁了 地铁 最近也公布了中期业绩 如果你看到这些数据的话 我想大家看看几样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是做车 就是说他们营运地铁 其实还要蚀钱 不过他说蚀幅 就已经减少了72% 但是也要蚀大约7.7亿元 即使如果再多些人来的时候 可不可以令到他转 为盈利呢 那就不知道 因为我今早出去的时候 搭地铁都是很多人的 那看到 生意都不错的 但是你也知道 如果你赚得很少钱的话 你知道地铁这个网络这么大 维修 保养 这些全部都很贵的嘛 如果赚不到钱 就很实际的了 至于在香港的 物业发展方面 就跌了9成1 只有7.8亿元 这个 已经是一个市道问题了 而且未来的日子里面 他们可以卖得出的楼 会不会很高价钱 都是未知之数啦 另外 在内地 国际的那些铁路 都不是赚到钱的 跌了六成多的 还有内地的物业发展 都不是那么好 直接是由营转规 所以内地方面 都是拖着他的 所以整体来说 难怪这个港铁 最近的股价 都是非常严重的 港铁现在 唯一的希望 就是在这个小豪湾 因为他这里有一个 很大型的工程嘛 所以他希望 重新整好之后 因为之前楼标 现在再重新整理好之后 就希望多些吸引力 吸引到那些人 可以帮他 他等分红等等的东西 但是是不是那么容易呢 似乎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今年来 他们说大概 会推出4000个 住宅项目的招标 记住是招标 看看招得好不好 招得好的话 他将来卖出去 就可以赚多点钱 但是如果招出来的 价钱是很低的话 你都可以 预期将来 派的分红都不会多得去哪 所以你看到 这个地铁 都属于是一个 香港的大地主 他现在的情况 都不是这么英俊的 还有两家 本港的大型 地产公司 还未公布业绩的 一家就是恒基地产 我很想知道 他到底今年上半年 做得好不好 另一家就是 新鸿基 16号 最近他们两家公司 新鸿基的股价 比较低 我说希望他跌穿 90元的话 会更实际 好一点 其实这两家 都很有实力 不过 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 我可以告诉你 下个星期一回来 理论上 已经会跌穿了 19,000 所以好戏在后头 大把东西看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我们香港的楼市 或者我们香港的股市 被人炒上炒落 其实可以在这里 赚了很多钱 你都知道 这些炒上炒落 都是消息市 你不会看到 什么实际的行动 但有些人 如果在这里上下 骑手 每次跌市 升市 他们都可以赚很多钱 就好像以前的 索罗斯 在香港 是可以赚到很多钱的 所以 这些东西 大家要看着 走位 如果走得不漂亮 赚死 很麻烦 不过 恒地 现在要说的 就是他买了东西 我都说了 他在中环那里 买了很多东西 现在都不知道 会否恢复到元气 我估计 在中环 两个地方 以现在的市值来计 他在中环节 分分钟贬值 大概是200亿 左右 他连着投资 应该要差不多 800亿 900亿 但是 不见200亿 你也别说不伤 反而新地 就好些 不过 他也买过 一些贵的 例如西九高铁的商业地 用了400多亿 你现在看到 这个时势 这个商业地 还会不会那么值钱 那就很难说了 而且在启德方面 他也用高价买入 不过不要紧 他可以振回云 因为早前 在这个旺角洗衣街 那块地 哇 便宜到离了 被他买了 我现在就在想 在这个APM 就是观塘 对面那块地 上次不是流标的 如果再拿出来投标的话 就看看会不会被新地 拿到 因为是新地 才有实力的 还有 那是他的地头 如果他也可以用 超便的价钱买入的话 新地 就打回云 就没虚得那么紧 但是恒地 就很大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着 这两家公司 公布这个2023年上半年的业绩 就可以看看 到底他们有什么搞的 最后就落到来 我这个叫做 我的短炒历程 因为有些观众他都很想知道 就是我买了这个香港科技探索 因为他们可能 都是有份买的 这一家公司现在 当然是虚本了 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 大概平均价 现在是应该 4.47 7-4.48 左右 但是现在 只有4.32 是跌了的 没办法 因为 我是短炒而已 但也不是短炒到即日 这一家公司 我都很希望他做得好 现在有几样东西 我再重新跟大家讲一讲 给大家 研点一个新希望 第一 要等待他的 营运成本降低 会降低吗 会 因为他现在 制作一个 自动化的东西 就差不多完成了 他完成了之后 可以令到 营运成本 可以降低 你也知道 降低多5% 10% 整盘数 都不同了 第二 也都很希望他赚到钱 会增加派息 还有一样东西 他以前没有派末期息 如果今次派末期息 中期息末期息都有派的话 就变成一个恒常的东西了 等同是增加了派息 亦都会令到这间公司 可以提振 当然 营业额可以上升最好 希望 在HKTV网买的那些产品 如果那个价钱 可以低过市价 令到那些人 落多些单的话 他营业额就升了 营业额升的话 他有生意造战 就做得好 另一方面 他也发展着新业务 就是这个超市 或者 其他那些 online的business 黄卫基应该有办法想的 所以要等一等消息 还有他就应该很快就会公布业绩的 到时希望有些好消息带动之人 就会做得好些 最近他也是说 拿钱出来 就是回购股份 但是可不可以做得好 就是未知之数 不过我之前买过的那三间公司 现在这个股价又跌回来 一个很好的社情范围 你看联想 又跌回来100元以下 很快就如果星期一再大跌 他有机会回到我之前的价位 到时看有没有钱入 不过都是那一句 如果这个香港科技探索 卖不出去的话 我都是没钱的了 太古地产 原本跌到来100元边缘 都是一个很吸引的数字 比我上次买 入的价价还要低 希望 看有没有机会 最后就是这个电讯刑科 因为他五天之后 就会是 随正 随正之后 他又会跌回来 一个非常之 比较低的位置 到时 都是那句 有没有钱 有钱才可以落财 所以我都很紧张 希望这个香港 科技探索 尽快出货之后 拿回那些钱 就有很多东西想 这个就是暂时我这个短炒的历程 没有什么特别的 都是等问到的 好了 这一集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 花时间补偿 呢